好像这个人一辈子只要把这一件事情做好 就已经功德了 其实大家都想做了 太久了 你觉得很舒适 差不多已经那样子了 我不会只有想要做这件事情 你会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去考掏耳师 想要去考掏耳师 不是 是我喜欢掏别人 好 大家好 我是刚刚分享朋友 可以叫我黄猫子哥 在我旁边这位美女就是我们世行的 有世行遍很久 对 你不要说很久 你不要说很久 却你刚刚毕业好不好 对 刚毕业 对 卓卓 完整年龄的主播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卓俊泽 卓卓 人称卓卓 目前是TSNA体育经文团队的执警长 过去曾担任体育记者的体育主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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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卓 你知道为什么 你想找你来做的这样的表演吗 好是的 因为看到很多孩子 然后进一队未来真的 譬如说真的要打棒球 然后从国下来开始培训 但是可能家长或是周遭老师认为 打这未来生意太迷 因为很难有机会 就是真的像 譬如说最令人新的 WSBL开打 对 但是你看打WSBL这些 像国泰 有国泰队宝界有国泰 对 有国泰 从前统计下来 从国小 然后一路真的有国手资历 然后再打到中华职棒的 一个校队里面有一个就已经不错了 你看全台湾有多少只的少棒队人 其实要打上去是非常困难的 要有过人的坚持 还有机遇 对 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再来 如果你成为了职棒选手之后 根据现在的途径 你平均也只能打4年 除非你够好 你才有办法达到快40岁 你花了那么多青春时间 然后你只能打4年的球 我会觉得 很不觉得吗 但我不是要大家打消这个念头 而是我觉得台湾会有两个 比较极端的状况 就是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管 是隔代教養的 那他不想就是可能学坏啊 或是怎么样的 老师那就把他送到去 可能球队里面 或者是运动选手的专班等等的 起码让他的精力 有没有地方可以发现 那这个部分呢 他就会忽略到自己的课业 未来他如果真的很认真去练这项运动 也练得还不错的话 那他会忽略说 其他的一些生活技能啊 等等的啊 或者是出来有一点 嫌接不上的感觉 就等于他除了这份专长之外 没有其他的专长了 这会是比较可惜 可能要均衡发展一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已经投入进去这个运动项目里面 但是家长很反对的 他会觉得说 做这个东西是没有出路的 但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 这个东西 未来如果他没有把它当做职业 也无所谓 因为每一项运动啊 都有他自己 其他的一项球团啊 或是行政团队等等的 不用把他想着说 我今天打棒球 我只能成为职业选手 没有这样子 你未来也可以朝着大联盟发展啊 你可以去担任旅美选手的翻译 或者是在美国球团里面的行政单位 像我们大都会的台湾日 他的行销的主导人 其实就是台湾人 他叫Way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方面 可以去尝试 不用这么快 因为小孩子想要学这个 运动项目的一个 决心啦 你们可以叫他培养兴趣的 因为学运动的人 他不会学坏之外呢 还比较耐操 好用的 那卓卓你以前 你体游身体有什么喜欢运动的 有啊 我什么运动其实都不喜欢 但每个人有个身体的项目 不喜欢 专长吗 就是各个都会 但没有到非常的精通 是因为我没有特别想要去 练那个项目到一个精 像我幼小的时候 我就参加 田径队 法国队 比球队 蓝球队 基本上什么球队都参加 然后大学又是蓝球队的 所以我觉得运动对我来说 就是一种精神的养分 因为我爸妈其实都是提年老师 那我跟别人的下课时间比较不同的是 我还是会鼓勤 但我大部分的下课时间 就是在 你操场或是体育馆中度过 对我培养了对运动非常大的兴趣 但我小时候的新天条件 身体其实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也就很早就放弃这个梦想 要帮我本来想要成为 合股选手 但既然没有这个条件 但我可以换个方式去接近他 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你要练这项运动 你不一定未来就是要成为这个项目的选手 你可以成为他周边的 因为运动产业是很大的 不是只有这个就是选手本身而已 而且记者也不会是绿叶 他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不会是配角 你如果选手成绩很好 再好没有媒体帮你宣传 也是我们的 对 结果就从小就培养了 对运动非常大的兴趣 然后就在大概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家人非常喜欢看新闻 电视新闻 所以我就想说 好 未来我就要坐在那上面 然后做包新闻给他们的 所以其实你好像 很早就知道一项做什么 我从都知道吗 我国小就知道啦 那是为什么 什么造成你这么早就可以知道 因为通常人家国小 和高中都是很都往来 你们没有写过 对文叫我的志愿吗 所以你真的 没有国小我想说 我以为大家的志愿 都是认真写的你知道吗 就是我想当派同人好 以后就真的想要去 钻研这些东西 但我是很认真在写 那个作文的题目 虽然说它很发布 但我觉得你会认真思考说 那你知道到底未来人生要干吗 就算小时候跟你现在做的事情 不太一样 如果有一点零相关的话 你现在蛮幸福的 应该说高中就知道 这样想去实习 对啊 为什么 既然要进入到这个业界 那当然就要去这个业界里面 人外最猛的地方 对 新闻记者要靠的是什么 人员好 人外 那世新学长学姐又是 逃离满天下的那种感觉 就是老师的那个逃离满天下 所以当然要靠他们做的话 就会成功到一个最最好 所以其实高中的时候 就有人这样可以讲过 你没有学习 国中就知道所以要去实习 我 我是到高中才知道的 但是 对 因为有一些研究嘛 因为有一些大学的科系 也是有新闻系 但是他们可能比较注重理论的 对 像世新就是很食物派 对 他一定会逼迫你去做研究 去做食物上面的研究 然后请来的老师 也都是业界里面的人士 不是说只有那种理论派 理论派讲久了 只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就是有什么高人跟人一起 就说 没有 就没有高人 你会自己去做 就做那个 search 然后高中就开始高中 对对对 因为都会高中 都会发一些 比方说大学紧张啊 就是介绍学校啊 等等之类的 你就会去翻嘛 那你就大概了解说 哦 这个学校是怎么样 然后再去跟老师打理 学校都有 部导师 部导单位 或者是有导师可以询问 我问你怎么会知道你要干嘛 譬如说你现在是金毕业 都在洗钱 没有 所以你刚刚在昨天 去年 去年 不是昨天 就是实际上你真的 得到很多学长的学界的方法 老实讲自己的努力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展现自己的实力的话 这业界不会有人拥 展现实力做的 自快的技术 当然就是你平常在大学的时候 你既然缴了学费 就要好好利用学校的资源 就累积自己的一些实力 采放的技巧啊 募工的能力等等 应对进退啊 其实在学校里面都可以学习到很多 只看你 有没有好运用 你整个那边学费 要玩 那学员会不会 因为像我在大二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在 电线里面打工 那个时候是Now News今日新闻 那那个时候 我就想说要去应征 体育编辑的这个单位 因为薪水也比较高 但后来没有上 所以我就去当了一个 综合线的编辑台 所以什么样的新闻 我都有写过 除了体育 在那个时候是比较特别的 刚好也在大二那一年 就已经学习到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编辑机型 因为我接触到的 已经是业界美食了嘛 在大三的时候 因为学校里面 还要安排所谓的小世界 那是我们浑山区的一个 地区的报纸 每一个人都要 强迫性参与 对 所以你就变成说 不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做 你必须要学着说 你要自己去找新闻 从哪里来 然后自己去跑新闻 你要联络谁 你知道自己想办法 不会有人给你任何帮助 因为你要把自己当成 电影精致在社会之后 强迫你 逼迫在大三的时候 你就要快速成长 我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也让很多的学生看清楚说 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行业 是真的蛮重要的 再来我就大四就实习 我就到文艾特地盘了 我个人是对于 新闻是非常大的兴趣 它有办法就是 努力到现在 因为光是如果你对体育有兴趣 然后你来做记者这件事情 其实会很痛 你对体育有兴趣 在做记者会很痛苦 对啊 因为如果你只是喜欢看NBA 喜欢看FLV 喜欢看这些球赛啊 或是运动赛事之类的 你进来到这个行业 一个礼拜你就觉得想死了 因为你每天都要看比赛 而且你不是带着轻松的心情 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就完全跟你喜欢体育 是一样的事情 当你喜欢的赛事 你没有办法在可能 大家是啤酒啊 爆米花淋醉 然后在那边看 朋友三五的在沙发上 就是讲一些垃圾话 想干话的时候 你变成必须要正经为座 坐在桌子面前看 盯着电楼 盯着他们的Sport 在那边写数据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那边穿哪边 那所以怎么可能 所以你应该要喜欢 新闻这件事情 而不是喜欢体育这件事情 对啊 你要保持着你很热诚的一个好奇心 然后你想要去挖掘一些故事等等 挖掘一些真相 你才有办法在这个行业里 做的长特久 比如说像今天看你的宝谈下来 进学是一个很早开窍的 那我自己也看到 虽然我小时候 你也很早开窍的 没有 我小时候立志想当科学家 是做研究一些武器 因为认为台湾的国王带路 但是后来就没有 没有这想法 这是一个远当的想法 对 后来没有这想法 是有国中 在台湾有很多练过高中吗 就是到英国才开始慢慢了解 所以自己需要什么 想要做什么的 好 那我在台湾国中 对自己将来的 没有什么建议 想跟这些孩子 想想 所以自己真的不知道 你将来 你可以做什么 或者是你心意在哪里 因为通常兴趣一定是你 你做得特别好 就慢慢大家给你鼓励 让你越来越棒 可是像我活动高 我就什么都很烂 那我就提出一些小方法 让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的人 来做参考 我觉得你可以用删去法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列下来之后 你哪一些做了很好 有成就感的 跟哪一些做过好 然后也没有成就感 或者是你做得很好 可是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感 其实有差别 你可以其中一项一项把它列出来 然后你去找一个 你其实很擅长 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然后再去从中培养兴趣 慢慢找自己的方向 对 就是用删去法的方式 我觉得这还蛮很好用的 如果我中高中立自己 后就再当新闻兴趣 有什么建议说 希望他们现在可以慢慢重视的 高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 大量的阅读报纸 阅读新闻这件事情 你每天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很好取得 下载一个APP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 就是我们大学就很喜欢 做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把各个报纸的 可能标题内容 然后针对同一件事情 他们怎么样去做报道 你可以自己先去做一番研究 不用到太深了 你就光从他们的标题怎么下 刺纳报摊开来 今天的头条重点是什么 就先看一下 然后他们怎么样去下标题 怎么吸引人 他图片怎么配置 怎么样去写这些内容的重点 他第一段写些什么 因为第一段通常都是会决定 读者要不要继续看下去的一个要点 就可以开始从这个地方去观察 如果你想当主播 突然就开始拿着报纸列线 那大家知道我们佐佐是 PSNA的最漂亮的文章吗 这个活力最强话最动恒 最累 没有那没有关系 那你觉得 PSNA就是 中文叫做 专业职业 专业 对 他就只有英文而已 他没有中文 他就叫 Top Sporting News Agent 好 然后 吉成TSNA 体育新闻团队 体育新闻团队 对 那 凡上面讲的所有的体育 对 全台湾地域家 全部都是在报道 运动相关的新闻的光明 到现在 应该也还是 其他的都还是会有其他 像政治社会新闻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 但我们这个平台上面 全部都是运动新闻 就是如果想要看运动新闻的话 就记得可以来搜寻一下 贴贴 对 我们也有 IG也有 Facebook也有 YouTube频道 所以各种平台上面 都可以找到我们 我们也有Twitter 对 好 所以我们就是 专门经营社群的 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的女孩的相关消息的话 就可以出去TSNA 就欢迎大家爱 那帮助为什么想要接下来 疯了 疯了 因为我就想要决定 自己新闻的走向 跟新闻的风格 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才决定 既然我在我原本工作的单位上面 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我就知道自己出来做不对 在你的 原本工作上面 没办法 没办法 还是选择我长官说 我可能在我的记者 跟直播的 学压上面 我好像如果在那个纲会上 已经做很久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是要冲行自己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去思考下一步 那 有没有可能有升迁的机会 能成为制作人 或是成为长官 可以去 掌握更多的 就是 权力去主导 这个新闻的东西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你就会想办法去跳过 再加上我想要做网络名 其实我从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所以刚好二十年一人和 就接下来 贴身这样子的业务 那有什么 觉得未来体育界 台湾体育界有什么 你那种很强的感情 很想要翻转的 有没有重新吗 最可能要等我大部分的部分去留 也再说吧 所以我本来就是想说 让我赶快把我们的 这DXLM经历的有声有声 对啊 我先把我自己的本业给做好 对啊 因为人生其实很短大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我会只有想要做这些事情 那你要去做什么 我想要去考偷耳师 你不要碰碰 偷耳多了 偷耳师 对啊 有这种职业吗 有啊 有这种专门的执照 没有 对 但有一个培训版 那为什么你想偷耳师 你最爱你 个人的屁号 喜欢偷耳 不是是我喜欢偷耳 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在想 一件事情说 好像这个人一辈子 只要把这一件事情做好 就已经功德没有了 其实大家都想错了 如果你的人生就是这么有限的话 为什么不趁这个生命 然后去多多体验不一样的事情 你今天只能做体育记者 你只能做体育主播吗 没有 你可以去尝试其他的啊 你可以转换整个跑道 然后让自己去接触 不一样的领域的东西 你的生物会变得非常流通 就不要在一个地方 待太久 待久了 你觉得很舒适了 差不多也就那样子 待什么时候还不了 等一下 对啊 好 什么时候去一下你要 执行长的位置啊 我觉得看到 如果真的有适合 可以接放的人的话 我就会让他接放 这是一种传承 就像先前的创办人 传承TSNA给我一条的 你没有错啦 黑衣很不错是吗 对啊 然后就逃避 让他好吃的 对啊 然后就去开个早餐电影 也可以啊 蛮开心的啊 对啊 重点是这样做得开心 对要开心的 做愿意啊 要有兴趣 绝对要有兴趣 做起来有乐趣 你人生才会有兴趣 那 非常开心 我们就做了 谢谢 谢谢朋友 好 那大家下次再见咯 拜拜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就是 喜欢今天的访谈 记得就是分享给你一些旅行 周遭很喜欢运动的孩子 或是一些朋友们 给他们听应该体验的这个 我觉得还不错啦 玩意有深度的访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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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